说到这儿啊 有人可能会有疑惑 瞧这口井 水哪清啊 还水流不断哪有啊 这应该就是当地人编出来的故事吧 可是赵研究员说了 他曾经多次主持过对这口古井的勘察保护 在他印象当中 古井啊 以前确实和传说一模一样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您来看这些老照片 这是龙井以前的样子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啊 以前龙井的水量是确实相当的丰沛 水从井口都溢出来了 可是这些水哪来的呢 赵研究员说 当年为了弄清楚古井水流的来处 他还针对井水进行过一次清理 当时他们想的很简单 就请了当地几个壮劳力 用水桶轮番从井里面提水 可是没想到 整整提了一整天 还是见不到井底 没办法啊 他们只好动用了一台抽水机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抽水机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 井水的水位却仅仅下降了一尺 又增加了一台抽水机之后 情况再好一些 但是到后来是怎么也抽不干 赵研究员说呀 抽到最后两台抽水机也没办法抽干 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那次清理 这个现象当时确实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呀 和汉王井同时代的古井 其实在古城里边还有好几口 可是历经几百年的那些个井早就干没了 唯独这口汉王井 从来没有干过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它的下面真的存在所谓的龙脉吗 所谓龙脉当然不可能了 可是原因究竟在哪呢 照研究员说 同在一座城里的水井之所以 别的水井会干掉 就是因为那些水井啊 是坐落在完整的石英层上 而这口龙脉 却刚好打开岩层的缝隙处 由于四周地层的压力呢 地下水就顺着这些裂缝 不断的汇聚在这里 结果就造成了龙脉水源不断的状况 这些科学道理呢 古人当然是不懂的啊 而出于对一位当时的伟人的崇拜 加上以讹传讹的口口相传 这才应该是龙脉传说的来历 当然了 客观的说呢 因为有了这些故事和传说 历史往往就变得更加的神秘 更加传奇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